我念前两句 大家可以抢答后两句 你知道这段朗诵准备了多久吗 没关系 你知道他彩排走台了多少次吗 你知道灯光老师 对这个定点光是很辛苦的吗 来 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 中华儿女多其致 不爱红妆爱武装 没关系 可以再读一遍 虽然我是学心理学的 我也没能猜到你 既然我不说话 你就能猜到我心里在想什么 这也是挺厉害的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 《七绝为女民兵提照》 《萨爽英姿五齿腔》 《曙光出照演兵场》 正确答案是 中华儿女多其致 不爱红妆爱武装 你刚才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这个提干 刚才这位小姐姐上台的时候 她介绍自己身份是女兵 我当时自己的脑子里面 也是想到这首诗就是 中华儿女多其致 不爱红妆爱武装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 又爱红妆又爱武装的 恭喜 谢谢 下一题 下列关键词描述的是一个红色故事 请说出该故事的名称 关键词有 《长征》《借宿》 《易华荣》 答案是 《半条被子》 我才给了两个关键词 我们一共有五个关键词 关键词分别是 《长征》《借宿》 《三位女红军》 《湖南》 《鹿城县》 《沙州村》 《曲解秀》 《西南的鼓掌》 我相信说明了一切 回答正确 其实我刚刚坐到这个台上 我很庆幸我能够坐着 但是这个比赛到现在 我发现我不配站着 这些站着人太厉害了 赵老师 我怎么办 不好意思 其实这个半床棉被的故事 徐总书记讲过 她自杀是在这个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大会上 这个故事呢 发生在1934年 湖南的这个沙州村 当时呢 有三位这个红军女战士 到徐谢秀家里去借宿 她们家非常穷 当时她们四个女生啊 就在这个炕上 用一个非常破烂的棉絮 加上红军自己带的一床棉被 就渡过了这个长夜 走的时候 三位红军战士 感觉他们家里实在是太困难了 就一定要把自己的那床被子 仅有的那床被子 剪下一半 送给徐谢秀老人 老人就在那回忆说 什么是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 也要把其中的半条 送给老百姓的人 其实真实地记录了 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 这种军民雨水情深的这个历史